丽山派出所宿舍建筑老旧空间狭小 远景在灌洗的时候不方便影响到生活起居 而经过两个多月的修缮终于完工了 由分局长温姬新率领业务组长林国明 陈办人警务者潘建宏共同参与了剪彩典礼 也正式宣布新居落成 丽山派出所宿舍建筑老旧空间狭小 远景在灌洗时不方便已经影响生活的起居 历经了两个多月时间终于完工 由分局长温经兴率业务组长林国明 陈办人警务佐潘建宏共同参与剪彩典礼 正式宣布新居落成可以入住 建宿舍当中都有独立式卫衣设备 相信在日后严谨队与行案 治安交通卫民服务部分会更加努力 以辜负各级长官的一个期望 丽山派出所所长陈姬才在典礼时 非常感谢各级长官以及来宾 参加整建宿舍的启用典礼 也感谢花莲县长副议长 以及各级长官体恤远景的生活品质 积极争取经费来为宿舍重新整建 才使得丽山派出所拥有优质宿舍供同仁休憩 那希望未来我们的警察同仁在工作之宜 休息也好 洽工也好 这个办公厅设都能够带来很多的一些服务案件 整建后的宿舍每轮每换 有一间厨房 三间独立式的卫浴设备套房 大大的提升远景的生活品质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